向民眾比出愛心 粉絲高聲尖叫 金牌球後林玉婷和羽球雙打金牌 李洋搭上熱氣球 在高空向民眾打招呼 其實熱氣球一直都很想要來 體驗這樣的活動 包括比如說之前到土耳其 但是比賽沒有時間 那比完當天 隔天整理完心情就要回去 所以根本沒有機會參與這樣的活動 但台中解鎖出體驗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推薦大家 從下到上的時候我會滿緊張 但上到下的時候我挺開心的 所以剛剛下來的時候我就笑出來 但上去的時候 著實有點笑不太出來 但我自己覺得有這樣的體驗 自己對我來講是滿好的 包含在 因為我比較怕這個的話 那我在打球的時候 比如說我緊張的時候 我就會想打球沒有這麼緊張 那我應該要更專心面對 第四屆台中石缸熱氣球嘉年華 從週五起到週日 在石缸區土牛運動公園登場 巴黎奧運為二金牌國手領航升空 今年已經延長到三天 不只是有熱氣球的活動 我們還有放煙火 另外我們閉幕時候還有光雕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很多大牌的歌手 譬如說像是九澤西批 來幫我們來做演唱活動 石缸區公所提醒 活動期間周邊道路進行交管 且停車場 車位有限 建議民眾利用大眾運輸或免費接駁前往 會場周邊有多處接駁站 每15到20分鐘發車 新唐人亞太電視秋天喜 臺灣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以為您為此過itchens 選擇 台中採訪 新唐人潔 invitation 素行 7 mich 渠 即是 叮